好那我请教一下金融大哥 另外一个各界高度关注的是 美国的封杀建议 确实冲击了中国的半导体业者的获利 那指标的中心事实上 当然获利受到影响 第一个当然获利受到影响 大概两个方面 因为2023年整个半导体 是从2022年的高点往下滑下来 所以中心在2023年的营收 第一个它下降了 营收大概年减 就是YOY大概年减 13.1%左右 那比较麻烦的是它的获利 获利呢年减一半 50.4% 那这为什么就是2023年 第一个就是 我想就是半导体警惕下来 包括连台积电营收 我们待会会看到 那另外一个呢 当然就是在美国的政府的封杀之下 那中国第二大的 金元代工集团是华宏集团 那华宏集团呢 2023年的营收呢 它连减只有3.3%很少 但是获利呢 连减了很多 35.64%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2022年价格太高了 把人家提的很高 2023年就下来 但是呢 刚刚讲到 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半导体的禁令 事实上中国还是积极的发展 我们看什么呢 看资本支出 就是中兴和华宏 我们刚刚讲过 他们是全中国第一大和第二大的一个金元代工集团 中兴集团呢 在去年 他的资本支出大概是74.7亿美金 那他的 2023年呢 他的营收才63.22美金 就是说资本支出比营收还高 这个 一定有人给他钱嘛 就是一定政府给他钱 不然他怎么怎么去支出这么高呢 插额习近平给的 对 那今年呢 今年他还要资本支出74亿美金 当然他今年的营收可能会成长的 各位数左右 但是他继续成长 这个就是大力的扩长 那我们再看 华宏呢 华宏去年的资本支出大概9亿美金左右 今年资本支出呢 上升到18.7亿美金 所以他们就是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当 他们开始担心说 成熟制程 中国大陆拼命的扩长 那当然美国不可能去进这个成熟制程 因为进成熟制程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打击到美商的利益 像Primateria Lam Research KLA Tanker 这些人做设备的 那 第二个说去管制成熟制程 讲起来也没有那么大的道理 那我们看一下中芯和台积电的营收 你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台积电的营收 大约是中芯的10倍左右 10倍多 所以基本上中芯 你说要怎么去追赶呢 尤其在美国的这个管制之下 中芯我想很难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从IC Insight做的 就是IC Insight里面 全球15大半导体公司 那我当然我把那个台积电放上去 基本上很多Market Research的公司 不会把金元代工放进去 不过我们看起来 你就可以知道台积电的位阶了 那在这里看到呢 NVIDIA是在Intel之后 但是我去查财报 我们来看 我去查财报 事实上NVIDIA 事实上是超过Intel的 而且它营收也是冲很快 对对 因为我去算一下 等一下下一个Sight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那也就是说这前十大 前十五大 我把十五大列出来 您可以看得到 就是三星 他们是跌得比较惨 主要是它做记忆体的 然后高通还是在很前面 您可以看得到 然后Broadcom 博通 然后SK海力士 这些部分 那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就是 这个时候我是觉得 如果以 当然可能有一些Market Research 每一个人 有对营收 有个别的看法 那如果按照我自己去这样算起来 事实上2023年 NVIDIA NVIDIA的营收已经超过Intel 它应该算全球最大半导体 营收最大的公司 这就是NVIDIA 那我们NVIDIA事实上 后面还有爆发 那NVIDIA呢 刚刚讲过 NVIDIA它现在不只是 它现在不只是IC 最重要它是 做Solution 对 做Solution 那Solution的话 就是说 它比如说 它的这个B200 它变成GB200 什么叫GB200 就是GRACE Blackware 就是把它有一个GRACE CPU GRACE CPU就是 ARM Core的一个CPU 加上两颗GPU 这样价 GRACE 这个功能强很多 所以它NVIDIA另外它有一个 Infinite Band 它有一个超高传输的一个 所以它整个伺服器里面 就是用那个 它用这个超高速率的一个传输的 所以它甚至就是卖AI的伺服器 那这个当然都是要台湾 NVIDIA不可能去做 所以其实台湾我们讲 PC时代 台湾是PC的军火库 所有人要打仗 以前像当年Compact 就现在被HP病了 Compact要宣布降价 结果呢 全部都从台湾 Dale也都要从台湾来 Dale一刚开始 Dale在美国卖 就是说它是Made in USA的 这个Mathable 但是后来一定要全部到台湾 所以台湾是以前PC的军火库 你要做什么PC 要做什么Market的这种 作战呢 全部都要来台湾 现在AI一样 AI要 除了NVIDIA AMD也要来台湾 连Intel也要来 Intel我们要讲 Intel现在 当然它现在信誓旦旦 在金言代工 要赶过台积电 它现在今年 它的A18就要量产 就是1.8奈米 等于要抢生意 但是呢 如果说到会背贴 会赚的 它自己用自己的就好 但是它的最新的一个CPU 还是很多晶片块 都找TSMC代工 所以TSMC今年3奈米 订单非常多 其中一个大客户就是Intel 那我们可以了解台湾台积电是重要 那金言半导体有没有起来的 应该是有起来的 金言半导体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SIA 美国半导体协会 我很认真的每个月都把它的资料弄出来 我们发现它从去年开始 就是从去年的11月12月以后呢 就开始年增了 那今年的元月份 它年增率达到15.2% 当然也就是说今年的1月 当然去年的1月基期比较低 不过这个看起来我们就了解 那我们看下一页 前九半导体的市场 去年大概衰退了8.2% 那今年预计成长11.7%左右了 那也就是说今年半导体成长 但是呢 一样半导体两样勤 我们看下一页 就是说事实上 整个半导体 去年半导体 衰退最多的是记忆体 那今年也会反弹最多了 今年反弹最多 您可以看得到 今年的低润 大概会弹成长反弹88% Nainflash反弹50%左右 那我们要注意 今年当然记忆体反弹 是由它的主要是价格有上来 然后呢 当然在AI的应用也多出来 那我们看下一页 就是我们把金元代工厂 台湾的金元代工厂 我列出来诸位看一下 就下一个 这个是记忆体 我们下一页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 金元代工厂 台积电 去年来讲 它是衰退了4.5% 这个以台币计了 但是呢 你注意一下联电衰退20.2% 衰退算蛮高的啦 那立即电衰退42.2% 然后世界先进衰退25.9% 那也就是说高下立盘 那台积电为什么衰退这么少 第一个就是从去年AI开始 第四季开始起来以后台积电衰了 那我们来看今年的成长的预估 今年成长预估呢 台积电预计成长21到25% 这是很高幅度的成长 那么联电今年大概只能高个位数的成长 7到9个percent 那么立即电可能只有第一个位数 1到3个percent左右 然后呢 世界先进也到1到3个percent 因为他们到现在 我们讲联电 立即电以及世界先进 他们现在产能利用力 大概都在70% 80%之间 慢慢的往上在回升 所以也就是说 台积电主要是AI 先进制程 把它拱上去 成熟制程 现在还在奋斗之中 那么另外一个IC设计公司 我们来看 联发科呢 去年的营收是衰退了21% 那为什么 手机 因为联发科很大的一个 它的市场是在手机 那手机去年算是很惨的 所以它衰退这么高了 那么另外呢 锐域 锐域为什么呢 锐域因为它做很多网通 PC Audio 销唯性 所以锐域衰退了25.5%左右了 那么我们看有两个有成长的 去年台湾大的IC设计公司 一个是联勇 那联勇因为它在2022年已经 联勇主要是做很多 Display Driver的IC 就是显示器的驱动IC 那这个部分呢 到2023年 因为2022年它已经衰退了不少 2023年 在手机越来用越多 所以OLED的Driver 这个市场是往上的 LCD虽然往下 那另外一个成长 高成长的是享受 那享受主要是它跟AMD配合 它做AMD很多IO的这个chipset 都是由享受来做 所以享受它是成长的 另外一个衰退幅度比较小的是智新 智新它是做类比IC 类比IC衰退就比较小 那我想我们今年大概几个成长 半导体成长 除了在云端的像NVIDIA的AI 这个当然还是很旺 另外一个就AI PC 也就是说AI已经下 就是说下望人间 到PC了 还有AI手机 对还有AI手机 各界也观察苹果的AI手机的发展 现在是这样 苹果如果这一波AI手机 因为苹果坦白讲 这几年它虽然还不错 但是已经没有往年的那种各种新的创意 对 没有新的创意 也没有明星 黄仁勋都抢了它的风筒 所以又要找Google合作 因为它变成就是说 照理讲这个AI PC AI手机或者是AI PC 应该苹果自己要有新的 我举例来讲 iPhone 4的时候有什么 Siri Siri出来是眼睛大家一亮 当时还没有那个 这个语音 这个也等于是一种AI 只不过比较原始的AI来看 Hello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